流水缠缠 房屋凌厉 牛马于田间散落着 街道上人头攒动 酒馆里深以兴隆 远处的拱桥上 钓鱼观景的人熙熙攘攘 桥下 货船满载着货物 缓缓前行 一幅清明上河图将北宋汴梁京城的繁华景象 栩栩如生展现眼前 与以往不同的是 今次这方景象不仅跃然纸上 更化为动画 将人们带入画中 7月26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香港回归22周年 清明上河图3.0 数码艺术香港展 与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开幕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卢新宁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 凤凰卫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兼行政总裁刘长乐等出席开幕式并主理 今次展览占地4000平方米 内容丰富 展览形式新颖独特 变河码头180度球目影院 采用一镜到底的技术 将画中景色画为动画 通过球形屏幕 让人们仿佛长阳在变河上 观赏两岸封烟天下无的人文圣景 盛事长卷则呈现出一幅近5米高 30余米长的清明上河图巨型动态高清投影 让画中事物火起来 在线经典剧作 宋朝游乐园为人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 将活字印刷树 木刻板画拖印 缘于签字文的签字杯 茶道文化等介绍给公众 参观者亦可亲手参与 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表示 自己深深感受到香港市民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展览将古代的开封带到今日的香港 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都浸润着文化的力量 将清明上河图 将一份艺术家 他们笔下的开放之城 带到了我们今天的开放之城香港 我们用今天的香港 跟我们古代的开放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因为我们中华优秀的文化 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间都轻荣着文化的力量 凤凰数字科技总裁王小冬则表示 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们的观影方式随之不同 用沉浸式 交互式 AR VR等新颖的方式 能让人们更深刻地体验到宋代的人文文化 有更好的互动感 展览开展的第一天便迎来不少参观者 他们表示 今次是第一次看到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感觉非常特别 展览让参观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3D动图的部分 很大那幅人物是可以移动的 看到现代科技可以将画做到这样动态 觉得挺有意思 都没见过 这次第一次来看 这一部分 球莫拍摄那部分是最好的 因为主要来说 这些展览我都是在太空馆和外国看了几次 所以就觉得这个科技可以带来香港 也可以将这个清明上河图 很活生生地呈现出来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很好的一个呈现 就是我们真正可以了解到宋代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生活 文化是怎么样的 就可以真正明白 就是令我们这一代人 就明白到以前古代的人 到底是怎么样生活的 中华文化到底是怎么样高深的 因为我之前没有看到很多中国艺术 所以我想看到一些 我没有来到中国 所以这是第一次 但是我喜欢 我想让年轻人们学习 他们的国家的历史 或许多不同的文化 可能不再存在 我觉得那是好 我想再看更多中国艺术 据了解 今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 和凤凰卫视联合主办 曾于2018年于北京故宫展出 今次在香港的展览 是清明上河图3.0 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 走出故宫走向海外的第一站 展览将持续至8月25日 再次展览 向海外的第一站 并使用海外的第一站 并使用海外的第一站